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分别有所下跌 跌幅大约是在0.4%之间 黄金价格目前是1465美元 而油价则下跌4% 目前一同美国油报价为55美元 从之前高位的57美元大约下跌2美元左右 那么在数字货币比特币方面呢 目前比特币价格也依然是在8000美元以下 最新的报价是大约是7600美元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来说一下的是 有关经济下滑时期的这个货币政策 我们知道包括澳大利亚和美国 在过去的六个月连续三次都是降息来拉动经济 但是同样的情况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两年 中国家经济呢也是在放缓 但是为什么不使用连续的降息的方法来刺激呢 实际上我们在过去的一两年时间呢 不仅仅是朋友圈啊 这个包括了英文的媒体各个方面呢 都不下不下十次听到过呢 有关于中国经济的逐步放缓 这样的头条或者是新闻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呢 这个其实呢相比于中国来说的话呢 澳大利亚和美国包括其他的 比如说加拿大 比如说新西兰 比如说英国 这些国家在应对他们的经济下滑时 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呢 就是通过降息 也就是降低本国货币的央行利息的方法 来刺激经济 有朋友也问到 为什么中国不使用这样的方法呢 而且现在人民币的这个官方利率呢 其实还是比较高 有很大的降息空间 那么其实这个原因 如果我们要详细解释的话呢 估计到中午之前肯定是吃饭都没戏了 所以今天我说的呢 是讲一些比较简单 大家容易理解的这个原因 第一 最重要的一点 相比于降息和降准 中国使用的目前都是降准 也就是降低银行准备金比例 因为降息的话呢 更容易压低货币的汇率值 我们知道呢 像新西兰 像澳大利亚 经过连续几次降息之后呢 其货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呢 实际上是降低了大约7%到12% 那么目前中国实际上在没有降息的情况下 仅仅是降准 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呢 已经破了期 最高一度是曾经达到过7.18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再次进行了降息 人民币和美元汇率很有可能将会持续走低 换句话说 在目前中国经济放缓 A股又不是很给力的情况之下 人民币如果再次的贬值 很容易就会引发关于投资的一个 我们说的一个撤资行为 所以说当前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呢 中国央行首先选择的是保住人民币的汇率稳定 第二点呢 就是和西方国家有所不同 在西方国家的话呢 降息通常是可以拉动房地产市场 或者是拉动个人的消费 但是这一招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呢 是叫做政策型地产市场 很多时候呢 是跟国家的政策有关 你说他一年多付0.5% 甚至于1% 我真的要买房的时候呢 你就算是给我再高的利息 我也会杀进去 而当政策限制我买不了的时候 你就算是把利息降至零 我也买不了房 同样 在个人消费端 西方很多国家呢 由于是提前消费 因此用的是信用卡 但是中国用的呢 却是个人的储蓄 换句话说的话呢 这个中国很多时候呢 并不需要靠提前消费 来刺来这个 拉动个人消费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即便是降了息 降低每个月的还款额度 对于大部分人的消费习惯来说 都没有直接的帮助 第三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商业贷款 我们知道呢 在西方大部分的国家 降息之后 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 中小企业贷款成本 大幅下挫 大幅下跌 但是在中国呢 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中小企业并非是因为借不起钱 而是借不到钱 换句话说 银行的大部分的金融资源 都偏向给了 央企 国企 和上市公司 这样就使得很多的中小企业 其实并非是因为差着0.5% 或者1%的利率 而实际上是一分钱都借不到 所以以上三个原因 也正是使得现在中国 在刺激经济的时候 并没有使用 像欧美国家常见的 这个货币政策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三点 为了保住人民币的稳定 同时由于现在呢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和个人消费市场 其实对于这个 信贷的比例 并不是太敏感 第三 就是由于现在的金融资源 大部分倾向于国有企业 就使得降息 即便是降的再多 对于经济 也不会有明显的 正面帮助作用 好了再回答第二个问题 就是最近我跟朋友 吃饭的时候 有好几个朋友问到 就说到呢 这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 现在过去才12年 怎么这么快 好像这全世界 又有看上去不行了呢 那么这个我也说一句体外话 2007年的时候呢 当时我是24岁 也是诸年 现在12年过去呢 又是诸年 36岁 所以我跟他们回答 第一句话就是 这没办法 这本命年嘛 多事之秋嘛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了 我们个人的本命年 怎么可能影响到 全世界的经济呢 要不然的话呢 我也是 这个是倒霉的 连累了全球 好了 回归正题的话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呢 从我们说课本上来说 教条上 教科书上来说 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周期 普遍是在7至8年左右 也就是说每过7到8年 就会有一轮好 或者一轮坏 所以说从2007年到现在 已经12年了 这个周期已经大大超过了 正常的7到8年 所以说 每一次周期来 它好或者不好 也算正常 第二点呢 大家要知道 其实经济好或者坏 这个周期就像人生病感冒 发烧一样 这个只要怎么说 正常人 其实呢 只是时间长短 因为呢 这个每一次发烧 其实也是对我们免疫系统的一次升级 我们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经济好 或者经济坏 就像人的发烧感冒一样 是生活中很正常的 只是它会每隔几年 或者每隔十几年 来这么一次 它来了之后呢 大家不要把它理解成全部是坏事 很多时候 上一次危机所引发的原因 就不会出现在下一次中 就像人上一次感冒的病毒 不会让我们下一次再次发烧 是一样的 那么2007年的主要原因是美国 在这一次的时候 主要原因已经从美国变到了中国 所以说 在我们这个说白了 就是过去的中国的经济 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 近40年保持了高速的增长 这个周期 其实已经远远远远超过了书本上的7到8年 那么如果真的当经济开始放缓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用太过于恐慌 很多时候经济放缓或者说经济出现下滑 它是一个自我调整 在自我调整结束之后 很有可能经济将会迎来新一波的增长 就像是人生病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作为投资者或者散户 这个小虾米 我们没有办法去影响市场 也没有办法预测未来 我们要做的就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好一些万全的打算和一些全面的准备 比如说当事情更恶化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 12345 当事情好转的时候 我们又应该怎么做 12345 如果把这些方法或者措施预防到位的话 那么即便是市场 不论是走好还是走坏 我们都能够做到心里不慌 如果你想做到心里不慌 或者心里不是那么慌 那么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心理上的安慰 以及咖啡上的关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欢迎您及时收看 并且联系我们 电话是8658-0603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